开车一定要守法,有这样一个司机开套牌出租车载磕不成,开着车一路追踪把一个德国籍的男子撞成了小腿粉碎性骨折,昨天上海黄埔区法院对这个冲动的司机王某进行了审判。 这是7月15号凌晨3点多,上海九江路湖北路路口的监控画面,一辆横在路口的红色出租车突然发动,撞到了德国人萨莎,并直接从他的腿上撵了过去。 只停了一下,出租车就扬朝而去,而萨莎已经无法站起,只能靠双手向路边慢慢挪动。 事后经鉴定,萨莎身上多数擦伤,左腿粉碎性骨折,构成轻伤。 昨天,撞人的司机王某在法庭上后悔的直抹眼泪。 王某说,自己花了两万元买了一辆套牌车所生意。 当天凌晨,萨莎和两个朋友在福州路外滩附近拦下了他的车。 谁知王某狮子大开口,起步费交价一百元,三人于是重新拦车。 眼看着到手的生意没了,王某一怒之下,驾车两度截停了对方的出租车,逼得三人只得下车步行。 到湖北路九江路口时,王某更是驾车直接撞上萨莎。 上海黄埔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。